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主席耶伦表示 今年仍有可能会加息 美国受到加息展望所影响 几度瓊斯工业指数跌了53点 收报在1823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1点 收报在5089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点 收报在2126点 指向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普遍上升 回控方面就要跌了近1% 收报在74.59点 其余三只都是向上 而升幅都不超过1% 另外几只中联通和中石油 升幅超过1% 指中银售 收报39.39点 较本港收市比较 升超过2% 接下来跟进欧洲股市方面的情况是普遍下跌 主要受到希腊债务危机 以及西班牙执政党在地方选举里表现欠佳所影响 见到希腊股市方面跌超过3% 西班牙以及意大利都跌超过2% 至于法国CAS指数就要收报了 暂时来说是跌了25点 最新报在5117点 而英国和德国股市是优势 接下来跟大家跟进 最新 油价方面的最新表现 纽约旗油 最新报在59.8美元一桶 升了8先 升了8美先 至于伦敦布林特旗油 收报在65.9美元一桶 升了53美先 而今价方面最新是向上 收报在每盎司1206.8美元 升了2.7美元 最後跟进就是美元回价方面的最新情况 美元对主要货币回价普遍上升 美汇的指数曾经触及一个月以来的高位 美元受到美国加息展望所支持 对日元在121水平向好 曾经升至接近两个月来的高位 至于欧元对美元就跌穿1.1 触及一个月以来的低位 看美元对港元方面 最新报7.7522 日元121.714 至于欧元方面1.0943 英镑1.5454 瑞士法郎0.9466 加元1.2322 澳元0.7818 柳元0.7306 美国国富债券最新情况 10年期债券最新报2.2厘 30年期债券最新报2.97厘 環球最终的情况先到这里 以下时间交给你了雪盈 好,谢谢Mac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身边嘉宾有要在正圈研究部 高级分析员 阮子喜在这里的Harry 早晨 早晨 刚才听到美股方面 隔晚都是假期休市 而看上星期五的收市表现 都见到受到加息方面的影响 再次见到美股有点回软 而且公布了第一季的GDP初值 增长0.2% 而今个星期五 都会再去公布收定值 会否说都会继续阻候着美股的走势 如果你说美股 如果看上星期五 见到军人纪念日休市 上星期五 大家都在看一件事 就是加息的预期 又开始看不出来 这个完全全在于 联组局主席耶伦 其实本身出席公开演讲的时候 他其实如果在语调上来说 都说到今年都很贴定会加息 其实他排除了一些预期 说近几段的经济表现 其实做得不太好 有部分大行估计是明年才加息 他排除了预期 他也有说到 他也认为本身 今年首季的美国的GDP 升得0.2% 可能是一些统计上的扭曲 是一些很短暂的因素 如果你说第二季第三季 就是开始回来的时候 其实本身对于加息预期 亦都会回到 亦都见到 就是连同上星期五 发布的一些CPI的数字 特别是核心通胀的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升幅大的预期 大家对于 其实这六个月内 每一次联储的议食会议 都有机会加息预期 就在那里 所以如果你看到本身大市的影响 当然都会有下跌趋势 但是股市的反应不是很大 主要在于美金和本身有债息的走势 这方面就完完全全反映着整个加息预期 观众来说 就看看本身 刚才树言明也说到 未来的GDP的数字 会不会有些修正 如果你说本身有个修正 而是一个明显的升幅 这个加息预期会越来越高 谢谢Harry跟我们跟进美股方面的情况 暂时先跟进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跟进外围的消息 好 好 你 你 你 感谢观看